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游望营地 骑场547,生霞110,蝴蝶91,飞猎手35,潮汐179,凋零防线骑杖59,生霞113,蝴蝶95,飞猎手36,潮汐180 明朝一条龙1.0全收集 任务生霞骑场乡宝箱飞猎手、潮汐自细生蝶蝴蝶 好的,那我们这一批来到浮波正前右边这个锚点 这里提一下这个重启雷达这个任务的话是全身任务指引 所以你们自行去做一下 好,那现在我们来到这个锚点往东北方向地脱右三角这边走 这边走过来 往下跳 前方这里有一个这个什么石头 好,我们过来啊 过来把上面这一个这什么玩意儿啊 先它捡起来 捡起来然后把这个石头炸开 里面是一颗生霞 拿到这一颗生霞 拿到之后我们爬回去 爬回去往东北方向地脱右上角这边走 好,这里的话是一个重力机关的解密 那在它的二层 它的二层这里有一个方块捡起来 捡起来回头跳到一层 压在压在这个位置 好,我们过来给它压住 好,那压在这里 然后我们再 再上 再上上到二层啊 再上到二层这个铁笼子里面啊 这个铁笼子里面 它这里是一个 又是一个这个重力这个方块 那这个我们带到南方向地脱下方跳下来 好,这边回头带到这个位置了 好,现在我们再往北方向地脱上方这边走过来 这里有一个底座 在旁边这边墙的背后 这里有块 有一块石板 把这块石板给它砍了 里面就是方块 最后一个 给它带过来 压在这里 好,那压在这里之后 我们现在上到 上到它的三层啊 就是宝箱那一层 好,然后自己踩上这最后一个 拿到这一个精密奇长巷 拿到这个奇长巷 在我们的北方向 地图上方 在那边上面那个肩上 抬头看 就能看到那边有一个设计训练 我们从旁边 西方 西方向地图左边 然后这边往上爬 这边爬上去 这里来到这个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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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根这个位置 那跳起来 跳起来冲刺钩锁 跳起来冲刺钩锁 好,这边趴在墙上 然后往上爬 爬上来 然后去到肩上 去做那个设计训练 好,我们来做一下 好,这边 打靶 好的,拿到这一个基准 奇长巷之外的收获 拿到这一个奇长巷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 这边这个坑里面 坑里面这里有个胶囊房 胶囊房 这边用布盖着的这里 这个胶囊房里面 有一个朴素奇长巷 给它捡起来 捡到之后 在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在这个营地 这是一个镇守箱 精密奇长巷 来,我们把怪清一下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来拿到这一个精密奇长巷 酬劳 拿到这一个奇长巷 西北方向地图 软角抬透 上面有一个溢碎的石头 这里我们爬上去 好,来砍掉这个石头 里面一个朴素奇长巷 捡起来 捡起来这个奇长巷 在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个桥的桥头 桥的桥头 这边 诶 好吧 那就从旁边绕一下 桥的桥头 有一个跑酷挑战 好,上来 开启挑战 这边是要打这个石像的 打石像 好,然后来打一下 这路上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看 注意看它的箭头 它是往前的 那我们就踩上去 你看这三个是往后的 我们就不要踩 过来打石像 好,这里再 踩上去 跳过来 继续往前 好,这边 选择最左边这个往前的 然后飞过来 最后的石像 打了 好,这里拿到这一个 基准奇长巷 拿到这一个奇长巷 西方向地图左边 跳下来 这里 一个 潮汐之宜 来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 潮汐之宜的奖励 所以拿到之后 在西方向地图左边抬头 在前方这一棵树 这棵树 枯树上面 有一个生霞 好,下面这一个蝴蝶 我们先上去 拿枯树上面 这个生霞 爬一下树 再回了 好,上来 拿到这一棵生霞 拿到神霞之后 我们再跳下去 刚刚那一只蝴蝶 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下来 好,带上蝴蝶 跟着蝴蝶走 好,蝴蝶送到 在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这边有一个 鹰杖仪的挑战 好,那我们切蝴蝶 之后来拿到这一个精密的起烊箱 对,我去拿到这一个起烊箱 然后再往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走 走到前方岔路口 想看小地图 走到前方岔路口这里 然后在我们西北方向地图左边角 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是一个解密 这个解密 稍微有那么一丝难 那我们站在这个箱子这里 往东方向地图一边 推一下 走过来 然后左手边 这里推一下 接着我们再继续往 北方向地图上方 继续推 在对岸 这里来推到对岸 跟着它过来 好,推过来 然后在这里 我们往东方向地图一边 推一下 再过来 南方向地图上方推一下 再过来 西方向地图左边 推一下 好的 那再走过来之后 北方向地图上方推一下 走过来往左 好,再走过来再往左 好,这边再给它推回去 推到对岸 跳过去 这里再推到目的地 这样的话就会出现 这样一个精密奇上向 捡起来是一个奇上向 捡起来之后 在我们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个翼碎的石头 给它砍掉 里面一个朴素奇上向 开启这个朴素奇上向 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里走出来 走出来 这边有 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鬼来的 柱子 这里砍一下这个柱子 好的 好,那这里砍掉第一个柱子之后 我们再把石角转到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这边走过来 好,在这里 是它的 在这里是一个空物 捡起来这个空物 然后往南方向地图下方过去 把这个石头给它炸开 好,里面是第二根柱子 砍一下 砍了之后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第三根柱子 好,砍一下第三根柱子 然后再回头 来拿基准奇上向 丑了 拿到这一个奇上向 归你 我们再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先过去做那个阴障仪的挑战 先过来做阴障仪的挑战 好,来打一下怪 好,那我们挑战完成 拿到这一个基准奇上向 请用拿到这一个奇上向之后 在我们西北方向地图短角 这边这一根房子的房顶 有一个奇上向 那这个的话 我们从旁边 从北方向就上方这边走过来 绕到他房子的另一侧 绕到这一侧 绕到这一侧 然后从这边这里直接爬 直接爬 在墙这里直接爬 好的,爬上来之后 我们再回头东方向地图一边 跳下来 打开散意 然后就能看到这一个 在他的房顶 就能看到这一个基准奇上沙拉 拿到他 拿到他之后 我们再爬回去 爬回到刚才这个平台 西方向地图左边 爬回到这个平台 好,那爬回来 掏出枪锁角色 有一个飞猎手 自己注意 掏出枪锁角色 然后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下调 跳上来 在这边上面这里有一个飞猎手 好,A死这个飞猎手 拿A死这个飞猎手之后 我们再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里我们要爬上去 就能不能爬上去 怎么爬呢 那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用勾锁 冲刺 冲刺勾锁 跳起来 冲刺勾锁 然后爬在墙上 往而爬 好,现在爬上来 爬上来 然后再回头 这边在这个肩上 肩上有一只蝴蝶 好,这里去到肩上 好的,那我们来 跟着蝴蝶走 好,第一个蝴蝶到位 出现第二个蝴蝶 再跟着第二个蝴蝶 第二个蝴蝶到位 会出现第三个蝴蝶 这里我们再跟着第三个蝴蝶 好,这边第三个蝴蝶到位 出现一个生霞 拿到它 拿到生霞之后 再往南方向 头下方跳下来 把某点打开 好,那开了某点 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 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大家拜拜 好,那我们这批开局 来到凋零防线 左下角的这一个蝴蝶 到这里把四辽 转到北方向 由上方在上面有钩着 这里爬一下 好,跟着钩着往上钩 好,这里钩上来之后 再把四辽转到 西北方向 地图转角往上走 这边这里有一个 打阿拔挑战 射击训练 好,这边是跟着走的 打一个跟着走 能跟下吗 好,挑战达成 拿到这一个基准其他项 拿到这个其他项 我们将西方向地图左边 有一个四沿叠 过来捡一下 捡起四沿叠 然后往东北方向地图三角 带过来 好,这是第一个 然后是我们的东方向 东方向地图边 这边就这里 这是第二个 捡起来 然后带过去 好,还有一个在我们的 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好,这边走过来 路边 这里第三个 带过去 好,这边把怪清一下 好,那我们清到怪之后 来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一的奖励 机会吧 好,拿到奖励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 这边这条路往前走 好,这边这里有个平台 平台上有一个箱子 然后这个箱子的话 是打这个五根柱子 一共是五根 你看这里一根 然后东方向地图边 这里一根 好,接下来是 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就是树的背后 树的背后这里一根 好,然后平台上 这里一根 好,最后一根在 最后一根在 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跳下来 来打架第五根 打完之后 这个箱就解锁了 拿到这一个 JY的收获 西准其他箱 拿完之后 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过去开锚点 好,那拿到 开了锚点之后 往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这条路往前走 走过来 在我们路的旁边 这里有一个脆弱的石头 给它砍掉 砍掉之后 捡起这一个朴硕的其他箱 拿到之后 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这里 这边这里上去 地图上有一个任务标记 上来 找着一个NPC 对个话 好,那这里对话完 然后它让我们跟着它走 我们先跟着它走 注意看 我们屏幕左侧有一只蝴蝶 先别急 我们先跟着它走吧 等会再回来 带着一个蝴蝶 这蝴蝶 路不是太顺 跟着它走 等会要清怪的 好,清完怪 继续跟着它走 哎呀,不要撞台啊 这边是灯塔 好,那我们来清一下怪 好,清完怪 然后继续跟着它过来 来对个话 好,这边我们再跳上灯塔 这边又是那个连通电路 好,来连一下这个电路 好,那这个坐标在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走过来 这里有一朵花 一朵花旁边这里有一个调查 点击调查 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基准墙箱 路紧 点起来是一个基准墙箱 然后我们再回头往西方向地图躲遍 这边往下走 回去摸刚才那只蝴蝶 跳起来 在这个位置 摸蝴蝶 跟着它走 在这个位置 一手給大家送到位 好這裡送到位之後再往我們的西北方向地圖軟甲低頭跳下去 前方這個這邊這個肩上這裡是一個打靶挑戰射擊訓練 好來做一下被拿去了 還有一個連續的 好的拿到這一個基準起上向 拿到這一個起上向再往東方向地圖右邊 東方向地圖右邊這邊走到肩上直接跳下去 前方下面這個肩上又是一個射擊訓練 好來做一下這邊這一個射擊訓練 拿到這一個基準起上向 拿到這一個起上向再往西方向地圖左邊這邊跑過去開 先開錨點 先開錨點 這個不擠 等會開了錨點再來拿 好那開了錨點之後 在我們的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這邊一個潮汐之儀 旁邊是一個挑戰 我們打一下挑戰就可以拿了 好那挑戰完成拿到這一個潮汐之儀的獎勵 那拿到這一個獎勵之後 在我們的西北方向地圖左上角這裡我們跑過去 好這邊這正中間有一顆生霞 那這一顆生霞 我們要爬到高一點的位置再跳過去 我們要往我們的西方向地圖左邊這邊爬高一點 再跳過去才拿得到 好這裡我們稍微爬一爬 好再往南方向地圖下方繼續爬高一點 好爬到這一層然後再回頭 等一下體力 好直接飛過去 好拿到這一顆生霞再往西方向地圖左邊這邊走 好那在我們前方這個大砲 這個大砲的這個肩上 應該是有一顆有一隻蝴蝶的 這蝴蝶被我預跑的時候不小心你等一下摸 摸了一下他就自容到位了 好那在這裡把這個蝴蝶給他帶上 蓋上他的目的地就在我們正前方 就在剛才生霞這裡 好那拿到這個蝴蝶之後 再往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這邊這條路往下走 好這裡又是一個蝴蝶 把這個蝴蝶給他帶過去 這蝴蝶的目的地還是剛才那個生霞的位置 好這裡又給大家送到位 再回頭往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 好這條路繼續沿著往下走 那這邊走過來 沿著路走過來之後能看到一個潮汐之儀 來清一下罐 好那我們清了怪之後拿到潮汐之儀的獎勵 拿到獎勵東方向地圖右邊這邊跳下來 這裡是一個解密 好這裡我們撿起左邊這個山頭 山頭的放這裡旋轉一下 然後右手邊這個山頭的 撿起來放這個位置 好接下來是這個單頭的直接放旁邊 好這樣出現一個基準其他項 我們撿起來 從頭到最後撿起來是一個其他項 在我們的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這邊 這個肩上啊 這裡一個射擊訓練 好來做一下 好的拿到這一個基準其他項很用場 拿到這一個其他項之後 我們再把獎鳥轉到我們的西南方向地圖左下角 在這邊飛過來前方這個肩上啊 又是一個挑戰啊 這個是一個跑步挑戰 那我們跑過來在這個肩上啊 這裡是挑戰啊 如果說你這個挑戰後一樣做過了怎麼辦啊 做過了之後我們就回頭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有鉤子啊 跟著鉤子往上鉤 其實不鉤也沒事啊 只是我這個箱子 箱子是沒拿的 挑戰做了箱子沒拿 好那到這裡直接 直接這個啊 到最高處直接衝刺 再加鉤索啊就能上來了 拿到這一個挑戰給的基準其他項 為你 那拿到這一個其他項 我們再往我們的 南方向啊 西南方向地圖左下角 低頭 這邊跳下去有一個音障儀的挑戰 好來打一下這個音障儀的挑戰 好那打完挑戰之後拿到這一個基準起唐箱 我已經拿完了這個起唐箱 在我們的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這邊這個研究所裡面啊 我們這裡跑一跑過去 進入研究所 我們這邊走出來 好走出來之後 走出來之後 往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這邊這裡走到肩上 肩上有一顆森霞 好來拿到這一顆森霞 這裡拿到神霞之後再往我們的 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 前面啊有一個 有一個矛點啊 有一個矛點過去開一下 這裡我這號任務沒錯啊 過不去 反正矛點是可以開的 我記得哦 那錯了任務的話 這個這個矛點應該是已經開過了 好那開了這個矛點 我們這一批就結束了 我們就下一批再見啊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